电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一博 我是肖战 Round 1 在剧组里必须要带的三件物品 现在的话应该是电脑跟鞋子还有滑板 魏无线的什么技能是王一博需要拥有的 画幅 对吧 挺帅的酷 你如何理解蓝战称呼魏无线为魏英时的情绪变化 魏无线的时候可能会比较认真 魏英的时候就可能平常一些亲切一些 对对对对 如果蓝忘机是全剧最大帮派 魏无线会变成什么样子 正义使者 那也说不定啊 就双方 同甘共苦吧 在片场怎么称呼肖战 他能够最快的回应你 最快的回应我就是引起他的注意 然后引起他的愤怒 我就会喊喊 战略 太多了吧 我觉得都还挺多的 多夸就是从头到脚 越浮夸的就越好玩 对 王和五官真的是无戏可及 360度 跟肖老师比不了 确实还挺有感触的 就是每当看起那些天花都能回忆起 之前在拍摄的一些场景 跟心情 然后就会觉得 哇 那时候确实 大家一起努力啊 然后就 之后又过了这么久之后 有这样的回报 确实看到那个的影片的时候 都还有一些感触 对 其实我是觉得说2019 你要问我2019夏天最大的感触 其实我觉得说来自于2018年的那个夏天 所有人的付出吧 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是有因果的 就是有2018年每个人的在那个夏天 战狼 如果再有机会回到莲花屋 此刻你就想做的是 就是再喝一碗莲藕排骨汤 如果非要从来泰国见面会的主创里面 选一个人陪你坐过身车 你会选谁 选 大哥吧 现在还会不会 你们真的是 你会不会劝我善良 我其实觉得这个善良就是一个玩笑话 就是一个玩笑话 认真你就说 去年问你现在的生日愿望 是最期待阿灵的大火星 那今年的生日有什么愿望呢 我今年的生日愿望就是阿灵 顺手利利的杀青 然后顺顺利利的播出 然后大家都能够喜欢 今年的生日愿望就是 以后都越来越好 每个人阿灵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主创 然后每一个为阿灵辛苦付出的人 以后都越好 Round 2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那次眼睛 那个发眼 但是那个造型啊 还有那个景都印象挺 挺OK的 就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采访的时候突然断电了 那个真的是绝了 其实挺难受的我们俩那场 因为其实我们俩就是大家看着他 躺着很轻松哈 但是其实是非常小 然后他其实是蹲着的 然后我是 其实我并没有全部躺在他身上 是悬着的 因为就是为了拍出来可能好看一点 它不是狮子座吗 那就狮子吧 嗯 我吗 猫 哎 可以啊 喜欢猫 爆猫还不错 哦 爆猫酷 很酷 太 太多了吧 我觉得都还挺多的 都夸就是从头到脚 就越浮夸了就越好玩 对 跟肖老师比不了 对 确实还挺有感触的 就是每当看起那些片花啊 都能回忆起现在拍摄的一些 对对对 场景跟心情 然后就会觉得 哇那时候确实 大家一起努力啊 然后就 我之后又过了这么久之后 有这样的回报 确实看到那个的 影片的时候 都还有一些感触 对 对 其实我是觉得说 2019 你要问我2019 夏天最大的感触 其实我觉得说 来自于2018年的那个夏天 所有人的付出吧 所以我觉得 一切都是有因果的 就是 有2018年 每个人的 在那个夏天 心情的付出 才会有2019年 这个夏天 美好的收获 所以我觉得每个夏天 都只期待 嗯 你的食指 处你的 脸蛋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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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